前几天发生在加拿大的一桩华人绑架案 冲上了网络热搜 也成为本地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事情的开始貌似简单粗暴 一个五岁的男孩遭绑架 触发了安博警报 加拿大警方对孩子的事情一般不敢怠慢 他们紧急行动 仅仅用了七个多小时 孩子就被找到了 安全回到了妈妈身边 两个女性嫌疑人 也被警察抓捕 对于绑架案来说 这个结局算是圆满了 然而事件有趣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实施绑架的嫌疑人身份 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其中一位居然是65岁的北京人大代表 而随着之后的庭审 各种震碎三观的细节 不断地击打着吃瓜群众的天灵盖 信息量之大不断反转 咱们今儿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 以及我们的调查和梳理 给大家分享一下 加拿大东部时间8月27日凌晨3点41分 全魁省居民的手机响成一片 这个阵势明显是安波警报 已经陷入了深度睡眠的大伙 从梦中惊奇 迷迷糊糊地抓起床头的手机 想要关掉 在模糊的视线当中 屏幕上赫然是两个哗然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 安波警报是一个主要用于 美国和加拿大儿童失踪或者绑架的警报系统 警方通过现代通讯方式 向全社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让大家留意线索 这则安波警报上面写着 男孩Getti是高 5岁 身高1米1 体重19公斤 棕色头发 棕色眼睛 身穿蓝色T恤 可能于8月26日傍晚6点被绑架 涉嫌绑架者 并叫瑞雪阳 女性 65岁 驾驶一辆白色2024款特斯拉Model 3 安省注册 车牌为GVMK536 警方要求任何有信息 可以帮助找到受害者 或者绑架人 以及车辆的人直接拨打911 这注定是一个不免业 因为接下来 同样的警报 以每小时两到三次的频率响起 依然是刺耳机的音量 即使是开了静音 也有剧烈的震动 就这么一直折腾到了早上9点半 由于这个绑架车辆 是在安省注册的 警方在清晨7点左右 同样对安省的手机 发起了轮番轰炸 可想而知 魁省的840多万人 以及安省1400多万居民中 有多少人因为这事耽误了宝贵的睡眠 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状态 不过即使是被折腾了大半夜 多数人还是抱以宽容和关切的心态 毕竟居民们都相信 警方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 是确认了孩子被绑架 正在遭遇危险的情形下 才会在手机上群发这样最高级别的寻人启示 而且还是在深夜三点 为了孩子嘛 刻不容缓 而且呢 根据警方的统计数据 孩子在失踪24小时以后啊 依然没有找到的话呢 那么他能够生还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降低到10%以下 所以啊 比起孩子的一条性命 半夜被吵醒这个事 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呢 以前啊 加拿大的安博警报中 很少出现华人的名字 所以啊 这次北美华人们都非常关注 这起绑架案的进展 一来呢 是被孩子担心 二来大家都很好奇啊 绑架的这人和孩子是什么关系呢 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一个65岁 一个5岁 很多人根据年龄就推测啊 这十有八九 是奶奶抢孙子 一定是想要在儿子的离婚官司中呢 携孙子以令儿媳 抢占这个抚养权和财产分割的制高点 还有人就说了 就在头一天 小红书上啊 曾经出现过一个帖子 发帖人说 外婆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把孩子给偷偷带回国了 跪求解决办法 不过啊 很快就有反驳者指出 那个帖子里面说的事呢 发生在沃太华 被带走的是个女孩 和这次的男童绑架案 并不是一个事 关键是呢 外婆如果没有孩子父母的书面授权 是不可能坐飞机出境的 所以一看就是个漏洞很大的假消息 平心而论啊 老年人不打招呼 偷偷带走孩子的这个情况呀 在大陆也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呢 或者是家事难断 或者是爱孙心切 加上老人嘛 对法律知识相对来说比较欠缺 不过啊 这样的事儿在加拿大 通常也都是感情破裂的夫妻 为了争夺抚养权 做出的过激行为 如果这次啊 这事儿是发生在祖孙身上 还是在华人当中 可以说啊 是相当罕见的 大家一边关注着这个事态的进展 一边歪楼讨论着 开特斯拉去绑架这个点 因为呢 特斯拉的手机APP 是能够实时定位的车辆所在地的 那警方难道不能要求特斯拉 提供嫌疑人的坐标吗 即使不能吧 警察也可以在超级充电桩 手住带兔啊 用得着深更半夜轰炸人民群众嘛 对这个事的讨论程度之热火朝天 外加头天晚上的睡眠不足 两省的咖啡销售额啊 估计都能冲上新高 时间来到8月27日上午10点 也就是第一通警报发出不到7个小时后 警方公布 孩子已经平安被找到了 绑架的嫌疑人在多伦多北部约克地区被捕 安博警报已经解除 可是啊 由于加拿大儿童出版保护令的限制 嫌疑人和孩子的关系不能被公开 不过啊 热情的群众们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愣是从这个安博警报公布的 嫌疑人照片上找到了线索 杨瑞雪的这张照片呢 大家看 看起来并不是生活照 而是一张工作照 像是开会的时候拍的 根据这张照片和名字 很快有人找到了一条新闻 这则新闻中 杨瑞雪的照片下 标记着六个大字 北京人大代表 一个北京人大代表不远万里跑到加拿大来绑孩子 真是活久见啊 很快 华人社交媒体上就流传出了一种说法 基本上就是之前奶奶抢孙子的加强版 这个版本说杨瑞雪是男童的奶奶 由于儿子儿媳离婚 加上婆媳矛盾 让她难以见到孙子 所以呢 要把孩子抢回北京去抚养 孩子妈妈一气之下报警 还给了警方一张信息量很大的嫌疑人照片 摆明了就是让奶奶射死啊 当然 孩子妈妈的心情确实可以理解 即使是私孙心切 也不能直接绑孩子吧 在这个版本的猜测中呢 让魁省人民夜不能寐 安省百姓惊梦出行的老祖宗 做事风格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 一定是在国内蛮横行事惯了 社会新闻中 大家经常能看到 儿子儿媳闹离婚 公婆拉偏嫁 把孩子藏起来 不准儿媳见面 只是啊 这次的如法炮制 显然是踢到了铁板 这样的行为放在加拿大 已经构成了儿童绑架罪 后果非常严重 等待她的 恐怕是高达十年的劳犯 中国婆媳的纠纷 拉响家国的警报 真是令人觉得荒唐又无语 然而啊 事情到了这 还只是社交网络的传言 情节有多少是真 难以确认 事实上啊 这些传说除了当事人的身份 其他信息都不准确 所以啊 大家也都在等待可靠的信息来源 直到8月29日 官方媒体 加拿大广播电台 RCI的一则报道 震惊了所有人 该报道中说到 绑架案的嫌疑人杨瑞雪 在加拿大并没有固定住址 就是说他不住在加拿大 也并非是孩子的父母 或者是监护人 而是被绑男童父亲的前妻 而且呢 最近几个月内 多次试图绑架男童 意图将其带离加拿大 等等啊 男童父亲的前妻 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乍一看 这孩子五岁 那父亲呢 也就是三四十岁的样子呗 杨瑞雪六十五岁 这姐弟恋是不是离里有点太远了呢 如果这么想啊 就是惯性思维在作祟了 你想想啊 如果说孩子的父亲 本身年纪就很大 算是老来得子呢 那这局面是不是一下子就打开了 万万没想到啊 婆媳纠纷竟然变成了家宅内斗 这样的反转让吃瓜群众集体傻眼 更为震惊的是 据RCI对杨瑞雪身份的介绍 他是北京人大代表 曾任全国人大办公厅 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离退休干部局局长 而星岛日报中 对男童父亲的身份的披露 更是如同一个炸雷 他竟然是中央电视台前副台场高峰 1955年出生 现年69 故事发展到现在啊 咱们来捋一下 年近古稀的退休干部 在海外有个年仅五岁的儿子 而65岁的前妻跑来加拿大 企图将孩子带走 这一句话呀 就足够让人脑补出几集的 高官劈腿红颜 正式大战小三 主母难容数子 外事争夺家产的狗血剧了 于是啊 网上很快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版本 比如啊 有人说这个男孩的母亲 其实蛮可怜的 无名无愤 是一个被养在加拿大的外事 高台长呢 也在别的地方开支散业 孩子妈妈本来可以带着孩子 衣食无忧的低调生活 可是她觉得这样太亏 于是想通过孩子上位 这就惹怒了正房太太 于是从中国赶过来处以家法 大家之所以判定孩子妈妈是外事身份 是因为警方在几次的公告中 都以男童母亲称呼报案人 而不是杨瑞雪前夫的现任妻子 这里面呢 还另外有一个说法啊 说杨瑞雪有一个83年出生的儿子 以及两个孙子 都住在多伦多 这次呢 他过来帮忙绑孩子的王兴 就是他的儿媳 说白了就是一屋子法盲 办坏事 不过啊 这个说法并不可信 我们之后会细说 实际上 官方报道中 也并未透露 王兴与男童 或者是杨瑞雪的关系 到这为止 这两个人面临着三项刑事指控 一 绑架强行监禁16岁以下儿童 二 违避其意愿 将其送出或代理将来打 三 非法剥夺孩子父母对孩子的占有权 这三项罪名足够让他们面临十年的刑期 有意思的是啊 社交账号上一些所谓的知情人爆料 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但同时呢 在小红书等一众社交媒体上 对此事的删帖力度也很大 经常是连回帖都还没看完呢 这帖子就不翼而飞了 不过有平台相关从业的编辑出来解释说啊 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权势遮天 或者是使用了超能力 而是因为但凡涉及到政府官员 国企高管的事啊 就会触发很多的敏感词 导致被删帖或者是封号 由于短时间出现的信息太多太杂 无法一一辨别真伪 所以很多时候呢 网站就会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把相关的帖子全部删除 以求快速的降低热度 而我们M2的小编们 为大家收集过滤素材 趣味存真的这过程啊 几乎就是在跟404赛跑啊 看到这儿的观众朋友们 还请动动小手指 为我们点点赞和订阅 谢谢大家的支持 当然了 在国内的网络上 杨瑞雪和高峰两位施主的信息呢 还是相对容易查到的 在13年前的2011年 新浪教育网 为了庆祝中央民族大学60年校庆 曾经做过一批名人校友的专访 杨瑞雪和高峰这段当年的校园情侣 因为之后事业的高飞猛进 也位列其中 分别出现在专访七八级校友 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社长杨瑞雪 和七九级校友高峰 从明大走出的央视副台长 这两篇报道当中 文章呢 以歌功颂德为主 拍马屁为辅 不过啊 我们还是能从字里行间 寻得一些蛛丝马迹 下面咱们来捋一捋啊 首先就是杨瑞雪啊 文章里面介绍 他是出版社社长 作家 诗人 著名图书出版人 策划人 总之呢 不是一个目不识钉的法盲 而是妥妥的文化人啊 而且呢 作为一个出版过 大量法律类专业书籍的人 他的法律知识 至少能碾压九成的普通读者吧 怎么能干出知法犯法的事呢 杨瑞雪的事业高峰 是在2007年 他为著名学者于丹 出版了《于丹庄子心得》一书 首印一百万册 在十三天内被抢购一空 创造了此类书籍的销售奇迹 而在访谈中 杨瑞雪并不会演 这次巨大的成功 里面有着老公高峰的助力 他说 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那些人曾经是他的部下 我要去做 人家肯定要看面子 不过他也强调说 如果你是一片枯叶 那央视的春风 会把你吹到沟渠里 只有你是一叶芽 才能真正做到春风话语 茁壮成长 之后他又花大篇幅 向记者回忆了 自己和老公高峰的恋爱史 两个人在1980年 参加学生春节舞会时相识 在经历了各种分分合合 以及毕业分配 带来的相隔两地之后 最终在1985年结婚 一个做出版 一个做影视 强强联手 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头羊 在杨瑞雪的描述中 高峰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爱好文学 读书创作 诗歌剧本 吉他常号是样样精通 撒狗粮的同时 杨瑞雪还不忘强调 自己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说健康和谐的夫妻关系 是一种复杂的人文关系 要学会尊重和包容另一半 出了错误 能纠正就纠正 不能纠正就为他多做一些 要学会成为彼此的恋人 朋友 亲人 同事 等各种角色 接手了这些 很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因为你不会去翻一个朋友的钱包 查他的手机 所以妻子也应该对丈夫 提供足够的信任 尊重和距离感 不得不说 单看这篇报道 杨瑞雪的确是个 双伤在线的成熟大女主 跟警方通告中 多次试图绑架幼童 一路开车逃避追捕的疯狂老妇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此外 这篇文章还提到 他有一个留学澳洲的20岁女儿 是夫妻二人的掌上明珠 通过这个时间反推 这个女儿应该是个90后 跟网传的83年的儿子不符 而且 根据报道中的内容 杨瑞雪和高峰是1985年才结婚的 作为两个在当时 想要一心进入体制内的人 大概率是干不出未婚生子 这样会给屡历抹黑的事的 那既然儿子的传言为假 跟杨瑞雪一起参与绑架的 那个48岁女子王兴 是他儿媳妇的说法 这可能性就更低了 说完杨瑞雪 咱们来说说老公高峰 他在自己那篇长达 7000多字的人物专访中 对自己老婆就只提了一句话 说我们在一次舞会上认识 后来就毕业了 再后来就到现在了 对比杨瑞雪的滔滔不绝 把老公女儿婚姻挂在嘴边的同款专访 的确看上去 这个专访是差别有点大的 这一点在两人对自己的介绍上 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杨瑞雪说自己是 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社长 央视副台长高峰的夫人 20岁女儿的母亲 而到了高峰那儿 就只剩下高台长 高厂长 以及中央新颖集团的高董事长了 只能说在报道发表的2011年 两人还维持着恩爱的夫妻 志同道合的形象 至于为什么他们离婚 是什么时候离得婚 我们都无法在网上找到确切的信息 根据中央传媒大学官网上的一篇报道 高峰在2003年出任新颖集团董事长 当时只是央视旗下一个 专门拍摄老纪录片的清水衙门 收视率不高 年收入也只有7000万 这里面还包括了不少单位组织贡献的票房 可是在高峰接手后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 竟然成功的把这个冷门赛道给盘活了 以每年40%的收入增速 在2012年达到了惊人的5.4亿元 这里面高峰的功劳可以说是鞠躬至尾 甚至获得了终身成就奖 可想而知 他也一定获取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回报 2019年 新颖集团进行了改组 分割成制片厂 出版社 电视台 以及动漫制作等9间公司 2019年 划入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高峰也在这次改组后 被姚永辉取代 之后 就很少在网上能搜到有关他的新闻了 本来这样的人事变动 应该也是常规操作 当时65岁的高峰 也的确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不过这次的绑架案 却让人多少开始留了一些浮想联翩 如果这个孩子今年5岁 那么他出生的时间点可刚好是2019年 正是高峰被踢出央视的时间节点 难道说这是一起高二世的出生 坑了老爹的事情吗 我们无从得知 被捕后 杨瑞雪和同案犯王兴被押解回魁省 关押在蒙特利尔岛内的一座女子监狱后审 他们分别通过视频和法官进行了保时听证会 不过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把原本简单的法律程序变得异常复杂 比如杨瑞雪不愿意聘请律师 而选择使用法庭提供的翻译服务 在整个过程中 他并没有对法官提问做出明确的回答 反而是滔滔不绝的对翻译说出大段中文 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向别人倾诉 最后法官不止一次叫停并且询问翻译 你俩到底在聊啥呢 另一个被告王兴倒是给自己请了一个律师 结果临到上庭才发现 这个律师来自隔壁的安大略省 他手里的律师执照不能再魁省用 于是这两人的听证会只能取消 把这些事情解决清楚了 再由法官决定是否能够获得假释 只能说在这起绑架案中 不管是几位主角的背景动机 还是用特斯拉作案的这个操作 还有上庭的准备不足 都让人不经感慨 这个世界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8月29日第二次保释听众会举行 两人终于获得了保释 皇家检察官Bruno de laurienne表示 考虑到二人的逃亡风险 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 法庭判定杨瑞雪以4万加币自签担保 1万加币人事担保做保释金 王兴则以1万加币自签担保 2万加币人事担保做保释金 这两名被告在保释期内 必须共同居住在安省约克区康山的 克拉尔克大道的一处公寓内 每周一向安省警方报道 保释期间 他们被禁止前往南童所在的 魁北克证Borser市 只有在见律师或者出庭的时候 才能再次进入魁省 绝对禁止与包括5岁受害人在内的 其他四人接触 不过事情到这 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就是孩子当天 到底是怎么上的那辆特斯拉呢 根据杨瑞雪和孩子的关系看 他们应该不熟 那杨瑞雪和王兴这两个陌生人 是如何骗取孩子的信任 又他上车呢 要知道 这个年龄的孩子 是不会脱离父母和监护人的看管的 在幼儿园也好 小学的夏丽莹也罢 不是父母或者没有父母授权的人 不可能把孩子接走啊 除非说 有孩子父母的默许或者配合 正当我们为这个问题苦苦思索的时候啊 突然又又又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大反转 根据魁省本地法语媒体 TVA新闻的报道 在警方逮捕杨瑞雪和王兴的时候 其实车子里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孩子的生父高峰 哇 这下子就说得通了 可能就是高峰带着孩子上了杨瑞雪和王兴的那辆特斯拉 而两位女性对警方的解释是 他们并不是绑架孩子 而是要帮助高峰把孩子带回中国 这样一来 案件的性质又变了 高峰作为孩子父亲也在车上 这是之前媒体报道和警方的通报中没有提到的细节 正因如此 受众一直有一个错觉 以为父亲高峰并不在场 那么问题是 高峰明明在车上 警方却并未对他提出指控 也没有说明原因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魁省现行的家庭法 如果父母任意一方在没有法律授权 或者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带走孩子 也会被视为父母绑架 通俗点说 就是违法的监护权争夺 这个重点在于违法 那现在这种高峰明明在车上 却没有被指控的情况 我们大胆猜测 是因为他或许手里有着孩子妈妈的授权书 或者是协议一类的护身符 这可能是他不受指控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 或许在未来的庭审中能够得到答案 那这样一来 整个事件的画风突然又从 迪姆千里迢迢来加拿大解决数子 变成了高官夫妇为了去母留子 而采取的一次跨国行动 只怕是想要绑个太子回去继承王位 也没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 根据我们从魁省警方查到的信息 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 就有好几起针对这位高姓男童的报案 都是有关于为年长女性试图带走孩子喂果 这也是警方通报中所说的多次绑架孩子未遂的来由 也许之前的几次绑架失败是因为孩子不愿意和陌生人离开 而最后这一次因为爸爸也在车上呢 于是他卸下了防备就一起上了车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孩子其实是在下午六点的时候就被带走了 但是直到半夜三点母亲才决定报警 应该是觉得孩子跟父亲在一块并不会有什么危险 直到反应过来高峰和前妻杨瑞雪是要把孩子带回中国 这才真的慌了神 下面是我们猜测的部分 在孩子被带上车之后呢 孩子妈妈和高峰以及杨瑞雪很有可能是通过电话进行了各种的交流谈判 但是都没能改变二人想要带走孩子的决心 于是只能报警求助 本来呢他只想让警方劫住孩子 结果却触发了两省的大面积警报 一次跨国擒子引发了一场跨省大追捕 至于为什么我们说是想要去母留子呢 这个也是我们的脑洞 并没有证据支撑啊 大家姑且听之 我们想啊 也许呢高峰在加拿大这个好山好水好寂寞的地方住了几年之后啊 还是想要回国养老 也许啊是和新欢有了孩子 度过了几年新婚燕儿的生活之后呢 却还是觉得起必心情终不吉 旧书旧见旧相投啊 想要和前妻重修旧好 但又舍不得几年下来 已经有了感情的儿子 于是呢就想要一并带回国 可是新欢不一定就愿意这么放手啊 于是在多次尝试带走孩子未果后 最后出此下策 毕竟以高和杨二人在国内的人脉和实力 一旦把孩子带回国 那么生母可能就很难再把孩子要回来了 这里再次提醒啊 这个猜测呢 纯属是我们的脑洞 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 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那不得不说 还得是国家级的副台长啊 用自己的生活书写了这么狗血的剧本 哪个编剧建了这个剧本 不得给他磕一个啊 而某些对生儿子有着强烈执念的男人 以及对老公出轨 有大海一般包容度的女人 咱们除了叹为观止 感慨一下人类的多样性之外 已经无法做出更多的评价了 最后呢还是想要强调 首先啊 涉及个人生活和道德层面的问题 虽然我们无法过多智慧 但是激发了两省的安博警报 把个人家庭的狗血聚集 拉到了公众视线 并且触碰了法律的高压线 这些也是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 另外啊 无论成人之间有何矛盾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 被卷入这么一场经历 希望不会对他的心理带来伤害 留下心理阴影 第三啊 通过这次人大代表的以身事法 下次再遇到类似简不断理还乱的家务事 事主们多少也要三思而行了 尤其是另外一位的参与者王兴 虽然身份目前还不清楚 但如果只是朋友帮个忙的话 这个教训够他下半辈子牢记了 毕竟加拿大的警察呢 有时候也机灵得很 而法庭也不是人大代表能够摆平的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啊 家庭狗血戏码 搅动了两个省的居民生活 占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纳税人的冒犯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M2档案 咱们下期再见